我不吃饭 我吃人哪 还是说 他真的吃人 会长 这次可终于给他拿下了 还没结束呢 那咱们还怎么弄呢 海东日报社社长沈之恒 因蓄意伤人 被安南区警察局传讯 这一定是偷办 你找些记者过来 想拍照便拍照 他沈之恒就算想跑 也要掂量掂量越狱的罪名 他承不承担得起 我明白了 李英良 既然敢报案 为何不敢出现 来了 怎么能呢 为了把沈先生请到这儿 我们真是大费周章啊 我自知晓沈先生遵纪守法 不然 要把您关在这儿 那还真是十分棘手啊 看来李会长终于得偿所愿 是啊 您不知道 自上次一别 我满心装的都是一个你 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着 有句诗说得好 一带见宽 终不悔 为一萧德 人憔悴 说的就是我和你呀 何止是得偿所愿 简直是扬眉吐气这四个字 才能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李会长不必如此 沈某愧不敢当 当得起当得起 我又怕您动着 又怕您饿着 特意给您准备了四个大火炉 让您感受我的热情 您怎么不吃啊 您再怎么不待见我 您也得吃饭呀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您这一口不吃一天了 把身体饿坏了怎么办呢 李英良 这一次我的确配合 但你可得好好想想 能不能真的让我牢底坐穿 如果不能 让我来 上一次在东亚大酒楼 她也不吃东西 当时我还以为 她是怕我在饭里给她下毒 那现在看来 他到底是怕我给他下毒 还是他不能吃东西 你哥 咱之前抓的人关在监狱里 关了个三四天不吃东西 那不都很正常吗 不行 这回必须要想办法让他现远行 如果他真的活着出来 那我也会没命 会长 这是观察记录 不怕喽 怕热 饭来喽 大小姐 你先慢慢吃 我还要去厨房看看 沈先生被抓走了你知道吗 沈先生被抓走了 对呀 这外面都传开了 说沈先生犯了案 昨天下午直接从沈公馆被带走了 到现在都没出来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刚说沈先生怎么了 大小姐 我也只是听说 他犯了事被抓走了 对 抓是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抓哪儿了 是被警察带走的 可能在警察局吧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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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招楼使了 他 哪怕再匪夷所思之事也做了 可他什么变化都没有 他是自制力太强 还是说 妖魔鬼怪这事就是骗了我的 我不吃饭 我吃人哪 还是说 他真的吃人 这肯定不能写 他说那话 他不是吓唬你 这肯定假的呀 我没得选了 赤独里的命令完不成我完蛋 沈志恒活着出来 我也完蛋 那 我再选办吧 你 你这样的话 我很难办的 林警长 从你接到我的报案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一根生生的蚂蚱 不是你我 你放心 这也是池都里的命令 你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先生原来没睡着啊 我这不看你在这儿不吃不喝 怕招待不周 回去我仔细想了一下 确实招待不周 沈先生明明说过 不吃饭只吃人 这不 我亲自去地牢挑了一个死囚馆 你放心啊 他无父无母 无妻无女 也尽管可以死 没人知道他死吧